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暖光地缠浪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吧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 我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随喜拥抱分享 亮光地缠浪 我们在您怀里生生死死 我们在您怀里生生死死 我们的苦乐 在您身上自然舞蹈 我们的苦乐 好 所以各位看一下这一章好不好 所以我这样说一说 我们要来读这个菩萨待众生受苦 那你就知道那要怎么去做了 而且光一个冤心在主也好 众生亡魂也好 那你要用真实的这种心态 它的理论根据有了 那你要怎么去做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 叫我去他们家 有自杀的啦 他家有魔鬼啦 叫我去 我有时候都会眼睛睁大 怎么可以不要叫我 因为这是自然反应啊 这个我严重 对不对 所以 但是真的去我还是去 如果他一定要我还是去啦 但是去我就 我就会比较认真 但是也是摩擦擦 因为不知道他感应如何 但是如果有 有这种秘书多好呢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训练好几个有秘书 沟通一下沟通一下 但是秘书不能爱钱 这个比较难找 台湾的通灵啊 鸡同多的是 到处都有 但是能够有这种观念呢 除非他是累世的善根 不能还没办 因为这个是一个空性悲心 而且各位在这边都知道 如果今天下午叫他来 我就排很长 所以因为每个都想问 对方如果没有一点点的悲心耐心 他早就倒了 就算他 就是说都不收钱 他身体也会倒 因为他没有 没有一个 如果他吃荤的啦 如果他不信因果 他身体会被吸光 因为有一句话 参与者都有共业 比如说我们带一个人来问他 这个被问的 带来的 这个我们是共业的 不然不会参与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说这个被问的人 他只认为那是你的事 那你就惨了 因为你是跟他共业 才会跟你说这个话 你也要有悲心 我们带来也要悲心 这个人也有惭愧心悲心 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事情 就像爸爸妈妈带的小孩 看医生一样 这个意思吧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要随时 所以我刚刚这样讲 是告诉各位 不要阴谓的 以佛教徒的立场 去反对道教这个意思 因为佛法是没有对立的 空性的 没有形象的 你把自己认为我是佛教 你是道教 这个也是个法治对立 因为佛法就是帮助众生 而且动机信因果 不为自己承担对方 那就对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 也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这个现象 就认为 王母娘娘太子爷 迷信道教 我有时候都跟法师 法师 不要随便 这个福德正神 我们叫福德小土地 监牢地神 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就是福德正神的本来面目 这些其他的福德正神 是监牢地神的分灵一样 分支一样 他是同属一个体性的 十地菩萨 不要随便开玩笑 你有听过福德正神贪污的吗 所以他没有这个阶段 他处理不了这个事情 不要看不起对方 就像台湾 那马祖娘娘大家在赢 从马祖底下过 可不可以加持 你要说 有信心必得加持 因为马祖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我们永远站在一个 祝福祈愿 对方好 这样就好了 你也看到那些 哎呦 黑道的在更叫 黑道也有信 不错 对不对 他总有一个 马祖 他本来要把对方给枪毙了 马祖显灵说不要 他就会收起来 就很简单 所以我每次去海边放生 去做厌供 黑道的是主委 主委搬一个杯 哇 要做就OK 法师叫我不要做 主委说要做 要放生 就是这样 为什么 他还听这个呢 道义有道 只是说 卡到政治 他会用自己的想法 这样而已 卡到金钱 可能他会贪污 但是 对他的神来讲 神还是不喜欢他怎么做 对不对 因为神不会叫他去贪污的 我想 就像监狱的受信仰 更有信仰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认为 不管哪一个神 他都不会舍弃对方的 他永远给我们机会的 那只是我们如何能够用一个修行的供养 来符合佛的心 菩萨的心 那更得到他的价值 他的力量就从你身上去慈悲了 去慈悲 但是你不能利用佛菩萨的力量 去得到自己道场或个人的利益 那佛菩萨就好像人家不灵 不灵是你把佛菩萨弄不灵的 因为你念经有目的 排位要钱 那个也要钱 佛菩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护法神就帮不了忙了 所以我想最好的动机 经典就是戒律 不管你办什么法会 你要按照经典所说的去承办 那就叫法会 不然叫什么 钱会 是因为这一部经 这个法 所以我们这样来做 这样可以 我们还是要恢复很单纯 因为我只能说 我在心里了解 但是我们还是以法为主 因为没有空性 悲心做不久了 最后就是财 赦 赢 退 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不管你是做鸡童 做通灵的做什么 一定要有佛法的基本的动机 跟戒律因果 这一定要有 所以我也跟我们道教的很多 这些道士说 这个戒律跟发心 是共通的 这个不是佛教 动机大家都要 定得很好 不然的话就变成一个 标价多少钱 求财神法 交五千块 你就比我还欠钱的财神 我还给你收五千块 我还给你发财 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也会利用神的这个力量 来得到你自己寺庙的利益 这样不好 神并不会叫你盖很大的寺庙 神没有那个想法 神只是说 希望他的教法 慈悲度众生 你去帮助别人 他没有说要盖很大 这个盖很大 除非他有他的必要性 为了要办教育 为了真正的共修 而不是为了金钱 为了面子 看谁比较大 你越大就越麻烦 为什么 选举来了 黑白两道都会来找你 你就污染了 所以我想这一点 我们还是要回归佛法 当然我带各位讲解这个 就是说你有心要做菩萨 你来读这个很有意义 你无心要做菩萨 那就重点上根也不错 不然你就会读得很累 我为什么要读怀炎经 我为什么要读这个 这样 因为你没有心要做医生 真心要做医生的人 再苦的学问 花再多的钱去留学 他都想要得到 因为他想要圆满 这个医生的力量能力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你会发觉你 那太轻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先问问自己 好 第一 菩萨觉知 这个八大人觉经 各位还是要多读啊 生死次然苦恼无量 就代表真相 这个世间 所有友情 都是在 什么叫次然 苦苦坏苦辛苦 什么叫辛苦 它就叉啦叉啦 它都在变化 这个世间 像这个灯笼也好 这个人也好 这个花也好 它都在变化了 所以这个世间 各位千万不要去要求我 我永远健康 我永远心情好 我们家庭关系 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讲的是 初世间 世间永远是苦 你要超越世间这样而已 佛教的空 不是把万法都变成不见了 空不是啦 佛教的空不是没有痛苦 释迦摩尼佛是正的空性的人 但是他依然身体在生老病死 他所爱的家人全部被杀掉 但是释迦摩尼佛是在空性里面 接受这个 超越这个 还慈悲这个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先知道 所以生死自然是个真相 时时刻刻痛苦拥老 一直来 所以我还是讲这句话 各位你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 这个苦恼无量一定要感受感受 如果你开始有感受了 有点悲心了 那不要排斥 排斥的是你的我执 因为你没办法超越这个苦 你没办法超越这个苦 怎么去苦里面度众生呢 菩萨的目的就是要从极乐世界 才来下地狱 对不对 我来下地狱 帮助地狱 只是各位 惭愧 现在我们没有资格下地狱 我们没有资格在火里面烧 又变度众生 现在还没资格 除非你累积了圆满的空性跟资粮 你才可以 这是我们往生净土的目的 达到一个空性大悲不退转 然后趁远再来 但是这个世间菩萨要了解 所存在的一切 包括你现在18岁 你现在董事长 你现在很有钱 都不管 那个只是暂时的 因为他随时都在痛苦 生死如火在烧 苦恼无量 接连不断 所以了解这个世间真相 我们要什么 发大秤心 普济一切 所以这个因要发这个愿 大秤是 你不能舍弃任何一个生死自然 苦恼无量的任何一个众生 大秤心是 我要承载你 我要接受你 所以要普遍救济所有苦恼无量的众生 进一步呢 法还不够 现在我还没成佛 但是我先 你欠的钱我来还 你的痛苦我来 要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进一步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要让对方的苦我来承受 我要让你成佛必尽大乐 那各位要把这个简单的文字 变成你的心 心不是放在心里面 心所显现出来是行为 生命的意思 你的生命是 是在利益众生 愿待众生受苦的 所以你要开始这样发觉 你去医院 一出来 对方的土 跑到你身上来 你要说 我修得不错 因为对方没办法超度 你来超度就好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师父我都 请冤亲在主去找你 我以前说 您啊 现在不敢说 好 师父我们去浑墓 都拿着你的相片 所以为什么要修佛慢 我就是佛 我就是佛 不是看到佛 看到佛 所以你不得不修佛慢 所以你不能有我 只能有佛性 不能有我 因为我你就完蛋了 对不对 我莫都来找你 现在到处都贴我相片 海套法师 下个月要来办蒙山 我都开始没用了 所以 但是 信陀他就认为 因为你师父嘛 慈日悲应嘛 对不对 所以师父可以帮你超度 我也了解 因为有些妈妈小孩 病得要死的时候啊 他就会求 所以我藏传的上师啊 真的是 有时候也很伟大 因为他们不会说 你去找度母 他们说你去找上师 对不对 上师承担一切 我们汉传是找佛 对不对 直接由奥弥陀佛来承担 但是无论如何 反正各位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能承担三分就三分了 念一下 贺丹如来家业 那如来家业是什么 我们是如来家的人啊 如来家就是佛子 佛的子孙 就是菩提心的人 那众生的苦我们要贺丹 这就是修行 修行 修行不是 一直想我要成佛而已 而是我现在 你要能够贺丹 痛苦越多 你才能够成佛的资格 就像说 今天一个基金会 你要做什么董监事啊 你交的钱才多的 人家说你是常务理事 搞不好还选理事长 对不对 因为你钱交的最多 你承担的最多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 悲心一定要有 空性一定要有 那这个愿首先你要发 所以这句话我们大家念一遍 来 菩萨觉知 生死赐然 苦恼无量 发大秤心 普及一切 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必尽大乐 好不好 每天都要念 那这个就成为你的愿 成为你的力量 成为你的行动 那你这样做 你的亲戚朋友 都会被你感动 因为她看到你真实在做 她就会成为一个相信佛陀的人 所以那天有个小女生就 骂出家人都不上班 还接受人供养 干嘛叫我不要吃鸡蛋 就这样 他就说 他师傅给他讲 叫他不要吃鸡蛋 凭什么 那 那 当然我说 这没关系 正常 越会骂的人 如果了解就越不骂 所以就上网 找了一些资料 看完以后 哇 正言法师那么伟大 惠里法师在非洲帮助群 伟大 海踏法师救动物流浪狗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狗 所以就狗 他就觉得出家人 还有一点不错 所以他妈妈就改了 他心态一改了以后 他不会变了 他对出家人不敢再说 他只有尊敬 佛教 对方怎么骂都没关系 爱祸人才会闲祸 对不对 就像我以前也经常骂出家人 那大队没出家 以前我做旅行社 吃菜 拜托你把你婆娃亲咬一下 不要搞成我们业务上的麻烦 如何如何 然后就跟他在那边啰嗦 后来 所以我当然我现在比较啰嗦 我会觉得说 我以前就是没有听到道理 不然我搞不好小时候 十岁那时候 我同学自杀 我就出家了 因为让我了解生命的真相 所以也没人跟我说 但是这也是因缘 如果我小时候十岁就出家 那我就搞不清楚女人怎么度了 对不对 我也不会去超度堕胎胎 我都没 根本没经验 我也不会去赚大钱赌博 我都搞过了 这些经验对我很好 我只是没有被抓去关而已 所以 那这个因缘 让你了解 了解 别人也会这样 我也会这样 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也会钓鱼 你也会钓鱼 现在我们过去都会吃肉 而现在也不吃了 对不对 我们还会放生 所以各位不要去骂对方 不对 对方只是因缘道了 就可以 我们来祈愿 这个因缘道 第二 佛言大王当之沙门去坛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国王 他对出家人有意见 但是有另外一个佛 我好像是宝祭佛 我就跟这个国王说 释迦摩利佛 他没有讲他指教 他叫沙门去坛 对不对 所以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有十种无量大悲之心 第一个 不共大悲 什么叫不共大悲 大家都在讲慈悲 但是呢 沙门去坛的悲心是 悲心就是他的生命 叫性大悲故 所以他完完全全可以承受众生的苦 第二 不厌大悲 进一步呢 待一切众生受大苦 这个就戒律 各位现在讲 一个人要受菩萨戒 基本是他的总性 就是他认为活着就是不要伤害别人 要帮助别人 这叫性大悲 一出生就是如此 所以佛陀在没有听闻佛法之前 他的提波达多兄弟不是去射尔 还是飞燕 对不对 然后他要杀他 他去救他 后来两个就开会 国王就开会 大家举手 哇 这一只鸭子属于救他的 这个叫性大悲 他的本性里面 他就是他不会杀生 然后牛在耕田 然后小虫被挖出来 鸟在吃 然后蛇吃鸟 大家都在庆祝 但他坐在树下好丧心 我爸爸是皇帝 那些穷人那么可怜 那些动物那么可怜 牛被打 这个叫性大悲 这不用人交 不共的 这是他本性里面具足的 所以有些人是 本性有诚恨心 本性有爱染心 好像认为这是应该的 但是沙门去坛是 不共大悲 而且不厌大悲 这个大悲心是要来承担众生苦 三者入一切恶道大悲 别人要升天 但是沙门去坛要到苦难的地方 甚至下地狱 处在生死度众生故 真正要度众生 各位要在生死里面 在痛苦里面 就像我们故意去监狱 陪他们住一样 到急诊室去住一样 处在生死里面 生死苦恼无量 在那边帮助众生 叫入一切恶道大悲 第四者不但入二道 对于天道人道 也生起大悲心 虽然我们做人 可不可以生老病死 那是感情上的问题 谁都有 所以对天人 对于福报的人 虽然他们受生在人天道 但是呢 巨坛上面 还是对他们平等大悲 为什么 要视线诸法 惜无常故 虽然你现在生天 现在你做富贵人 做美女 做帅哥 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 再年轻也会老 所以各位 如果你爱漂亮 你最好现在用电脑 给你描述一下 十八岁变成八十一岁 这样喔 所以你就不会那么执着了 你现在很有钱 然后去做个梦 梦到你变成一个穷人乞丐 你就会超越了 所以 因为一切存在 都变化无常 不管你现在多大的福报 所以 要去告诉这些有钱人 告诉这些有福报的人 骄傲的人 告诉他这个道理 因为慈悲 但各位千万不要去 有时候人会想 你内心还有一点忌妒吧 乎亚都没有拜父了 不是呢 这个乎亚也是个暂时的 有钱人也是暂时的 能够解脱生死 生命自在 乃至无生老病死 那我想是最重要 所以站在世间 你不能多一下去 要讲成佛 能够超越生老病死 那就很好 但是佛不是超越生老病死 佛是在生死里面度众生的 第五 不舍一切协定众生大悲 这个协定 这个定不是说打坐 心里定见 他认为 动物就是给人吃的 他不相信 有来事 这些协定 那佛不舍弃他们 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所以 因为看到这些协定众生起大悲心 所以佛陀以无量解 起大士心 我这些协定众生 我一定要让他们成佛 大士心 庄严成就 永不舍弃 六者 不着己乐大悲 虽然 大悲心但是 自己宁可修苦行一样 所以 所有快乐都是要给众生 所有快乐 就像一个 一个小丑 每天演很多戏给人家看 事实上他心情不好 老实说 心灵越脆弱的人 越容易讲笑话给人听 做小丑 因为他知道别人苦在哪里 就像爸爸妈妈 看到小朋友在生病 两个什么笑话都讲得出来 对不对 就是希望他 没问题没问题 那天我看一个骗子 小孩子快死了 医生把他开刀 开完以后 小孩子还问他妈妈 我会死吗 我流那么多血 爸爸妈 没有的 不会的 不让他知道 所以跟他讲得很好听 那妈妈就在旁边哭 但是不能跟他说 医生只是 让他们来跟他见面 说再见 所以现在外国流行 这个人要捐器官 要得到他器官 就要排两排 然后他这个身体 移出来的时候 他还活着 还装着管子 然后每个人都跟他 谢谢 谢谢 看他最后一眼 因为他进去手术房以后 然后他们就让他把管 然后就要开始摘器官 让这些人 但是一个人往生 可以救很多人 器官兼真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 器官兼真 应不应该做 我认为一个有修行 对佛有信心的人 以这个愿力 你可以答应 因为佛加持你 没问题 地藏王菩萨下地狱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一个人 如果完全没有这个因果观念 你不能强迫 台湾跟新加坡不一样 新加坡是这样 台湾是这样 你如果签下器官兼真的书 那你答应了 你亲自答应 当然你到最后一刻都还可以后悔 如果你有 但是你签了 那你可以捐 当然他们台湾还有规定 家属也要同意 那所以 但是现在有一个法 我们还是要推广 叫病人自主法 各位一定要签 现在就要去签 就是说 当你严重的时候 不弃切 不电脊 甚至呢 不插管 插管 鼻胃管 这些你可以打勾 打勾 免得浪费资源 但是万一你没有签 对不起 一定要去签 就像我妈妈 他们要 你们四个兄弟都要来 每个都要盖章 那少一个怎么办 因为他们的正常程序 就是要做这些 全部要做完 那时候家属 总是 谁也不敢讲不要 除非你是佛教徒 这个世界是折磨啊 他已经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跟我说 当初不要救他就好 我说 那是看你了 他因缘不到 你就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 已经老充血 年纪又大了 你去把他开刀 去把他 到后来他就是痛苦 变成植物人 契切 靠着残留这样而活 但是也不懂佛法的人 会认为说 你不救不孝顺 兄弟还翻脸 所以这些各位还是 趁你现在把它写好 好不好 下回我们把他们 请来这边 大家开始签吧 后面有些人 我要去净土 对不对 不要给我 这样 那个电击啊 那些 我妈妈也被电击过 所以我也知道 后来我哥哥跟我说 第一次我妈妈 说要开刀 拿胆的时候 那一次就血压 那个时候是没痛苦的 那就血压降到最低 就是要舍爆了 就把它 垫起来 垫起来又多活了将近一年 但是受了很多苦 但是我也不是怪我哥哥 我只是说 这是我妈妈的因缘 因为我 我妈妈就是喜欢 把鸡杀 然后铁打 都要洗整缸 这是她的因缘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走 那我爸爸就没这个问题 我爸爸到了 到了那边 那些博爱医院啊 那是属于天主教的 他们没有帮他电击 这样而已 他只是说 心脏衰竭 他就问家属 那我哥哥就问我 我说哥哥 就送回道场来绕佛塔 因为这个我认为 心脏衰竭是最好走的 他没有什么痛苦 是吧 他就送来绕上圈 我又跟他讲 他就走了 就好了 不然一点 他搞不好现在还躺在那边 所以各位 要签也不用 快 快 咳咳咳 所以 然后就一大堆后面的问题了 因为活得要有品质 对不对 趁现在好好念佛修行 几岁死都没关系 只要能够往生净土就OK 是吗 这点了好 所以你跟你儿子说 那都没关系 会记得跟他念佛就好了 念阿弥陀佛同好 叫海淘法师来 有的那样的狗带 要去做一切 所以因为老菩萨在家 看电视也没办 只有这个 所以但是无论如何 没有问题 我会做几个面具 你拿下去 但是现在有网路电视 但是我告诉你 缘分的个人个人因缘 不是这样 因为我会去的都有缘 因为你做过我爸爸妈妈 这是自然的道理 再来六则七则 不求回报大悲 自心清净过 因为我们自心清净 我们去帮助别人 都无所求的 不求回报 所以不求回报才叫大悲 不着己乐才叫大悲 这个要悲 如果你认为你有悲心 你要谈价钱的 你要回馈的 你会讨厌 邪知邪见的人 你会舍弃最痛苦 这个都不叫大悲 你的慈悲是勉强来的 那还不叫大悲 那只是我们在培养 所以能够达到不共大悲 那是因为你正如空性 才有可能 原来生命就是爱众生 就像妈妈 爱儿女那是天性 第八 除灭一切众生颠倒心 所以所有众生都在颠倒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愿 我活着 生生世世 是为了除灭所有众生的 妄想颠倒 妄想执着 所以你要有很强烈的意志 然后我自己也不可能妄想执着 所以自然说出真相 叫说实法故 说真相给别人听 所以说法是一种大悲 再来说真法性大悲 因为众生都被这个像 执着了 漂亮啊 丑啊 进步啊 生老病死 所以法性是平等的 真如本性 我们叫一真法界 所以你现在得癌症 你现在被砍头 你的佛性法性依然在 没有问题 自性本清净 你不要觉得你被砍头了 所以 管性类根 官公以前还没有 进入法菩提心空性 他认为他被砍头 对不对 他要去要头回来 那智者大师 给他讲这个道理 给他听 智者大师讲的是空性 所以 本性里面 没有被砍头这个东西 空中无眼耳鼻舌生意 空中无色身相偎出法 所以要 这个叫真法性大悲 因为知诸法界 不管你在第一二轨道 你的本体还是佛 自性清净 所以 要说 说出来给人家听 再来 说 空无所有大悲 那各位要 大部分众生会苦 是因为有 这个有变化了 离开了 他痛苦 这个叫执着 所以要把这个 空无所有的真理 告诉别人 这种悲心 不为诸课程烦恼染故 课程就是执着外在的这些 那就会污染你 儿子死了 先生跑了 钱不见了 你会觉得很痛苦 这个叫课程烦恼 污染故 本来就无所有 父母生我之前 我们是空空来空空走 对不对 本来就无所有 这个身体也是一个虚幻的 那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 所以大王当之 世民悲心无量 那个这才叫悲心无量 我们昨天在新主 访回他们取的名字也觉得很好 来 无尽大悲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无尽的 无尽悲心 我觉得非常好 无尽的悲心 也在无量的悲心 你要怎么形容就好了 所以永远不间断的力量 三华言经 陆法界品 来我们那边 不来出世间 聚足大悲心 畏是转法轮 一切无能报 大仙苦慈恩 不可思义劫 待众受苦故 无量一劫中 受诸地狱苦 不舍一切众 悉令得见佛 忽能待众生 聚受无量苦 其心无疲倦 未度一切故 一切诸世间 所有恶道苦 如来常处中 悉令闻正法 依依地狱柱 不可思义劫 聚受无量苦 终不离诸佛 所以无量劫 常在三恶道 欲令诸群生 掌养智慧故 如真见如来 除灭诸苦恼 安利于大智 一切佛境界 若有见佛者 除灭一切障 掌养功德障 究竟成菩提 如来能除灭 世间诸以获 随其所映画 西满彼大院 随其各位读诵的功德 希望大家多多这样读诵 甚至把这个诵 它就要让你唱得很好听 就像 它就要有一个唱诵 大家很习惯的这样念诵 把它念熟 就算你背不起来 你要闲熟 闲熟 我们那天感情的某些 讲得很好 什么叫菩提呢 叫净化烦恼对自己 然后呢 闲熟慈悲 很熟悉 习惯 善巧方便的去慈悲 不断的断除自己的烦恼 这个叫菩提 所以这样念下来 净化烦恼 闲熟慈悲 或是要净化我慈 然后呢 去利益众生 就是合起来叫菩提 所以《还原经》入法界 那菩萨当然要入法界 有十法界 有佛的法界 要进入九法界 去利益众生 劳益众生故 为了利益所有众生 所以如来 会示现在这个世界 所以各位你放心好了 每一个佛 都会用各种的因缘 划现在这个世间 阿弥陀佛 他永远都划现在这个世界 具足大悲心 为是转法论 我们是学佛的 所以我们要把佛成为 我们生命的模范榜样 拿摩本师释迦摩的佛 所以这句话是为我们说的 我们应该劳益众生故 像佛一样的 在这个世间里面 具足大悲心 为世间 轮回受苦的众生 转脱离烦恼 轮回的方法 进一步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一切无能报 大先普持恩 所以世间的 所有一切都没有办法 来报恩 为什么 因为佛 这种普遍慈悲的恩 不可思议解 为什么 在无量无解 代众生受苦 故 我们造了这么多恶业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让我们代业往生 所以那些业在哪里 阿弥陀佛吸收的 承担的 所以虽然我们 那这个也可以说 当然也不是就近帮你消夜而已 这先帮你承担 不可思议解 所以做一个如来 他活着的目的 就像 现在是零下 一千度 然后呢佛光 就一直一直 因为他感受到这个 然后他就一直发热 把那个冷吸收进来 把这个冷转化为热 厉害吧 所以我们在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转的时候 这个经轮 就把众生的业 都讲过了 吸进来 把这个业 就是把废水转为干净水 又给人喝 所以 这个是每一个佛 都是在带众生苦的状态 这个他叫佛 你不要把佛当作快乐 佛一定整天在那边吃喝 那边玩乐 很快乐都没痛苦 佛 痛苦是他的空气 是他的营养 然后呢 把这些痛苦烦恼 化成甘露给对方 所以把众生的烦恼 转成不体的 所以各位要知道 你要越去了解佛陀的伟大 你每天看到佛都会跪啊 都会拜啊 因为没办法 没办法停止对佛陀的报恩 如果一个人修行到后来 看到佛像这样 那艺术品就走过去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因为佛陀 只要时时刻刻才吸收我们的苦难 不可施一劫 带众生受苦 哪怕你要下地狱百劫 他都承担你的苦 所以一切无能报 大仙朴之恩 无量一劫中受诸地狱苦 不舍一切众 悉令得见佛 当然在形容佛陀的时候 哎呀佛陀在净土啊 如何如何 事实上 真实的佛陀 他是把地狱放在他心里面的 他成为佛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无量一劫中受诸地狱苦 再怎么痛苦 如火烧头 对不对 不舍一切众生 要让这些众生在最苦的时候 见到佛 就像一个妈妈已经快 快被淹死了 她永远把小孩子拿到体上 她淹在里面了 妈妈死了 小孩活了 因为这个叫佛陀 这就是成为佛陀的伟大 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在快乐 他正在这个状态 所以 我们为什么许悦菩萨道 要开始学忍受痛苦 出家不是吃软饭 所以我当初出家的时候 我的一位朋友 他说 你这边大骨 你这走去出家 我认为很正常 因为他的看法 他的看法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赚钱做 那时候搞房地产赚很多钱 他的意思是说 那我们就继续搞 然后我们就一直开佛堂 免费给人家念佛 我说那个不一样 当然他不能够理解吧 只是我跟他缘分比较深 他觉得我离开了他很孤立 但是后来他就蛮感动 因为有一次我讲过 我在殡仪馆念得很认真 他在后面看见了 我每个都去念 所以我喜欢这样 我不要念一个 如果在殡仪馆里面有一百具尸体 我们一百个都要念 你光念一个 没意思 就像这个不慈悲 就像我们去医院 你不要跑一个就跑掉了 到医院这边祝福完以后 每一个病房走过去 看里面有没有跟你笑 黑的网板 我来了 所以我就赶快 所以我在里面都会护士都很好 特别家户病房 他会不会 这个也念一念 那个也念一念 所以 因为 就像你到了家户病房 要看妈妈 没看到就走了 多可惜 你要想尽办法 去吸收 所以 第四 苦能带众生 聚无量苦 其心不疲倦 未度一切苦 这个叫佛 所以佛陀在地狱 在无间地狱 他随时保持空性跟悲心 这样 不是他没有热度 非常的热 但是他保持住 就像各位你在被打针 很痛 很痛 但是你可以接受 这个就像佛的感觉吧 很痛 但是这个痛你不觉得痛 因为这个痛 我可以 帮对方 今天你把我打针 把我抽骨髓 我可以让我妈妈好起来 我很痛 但是我很高兴 保持空性 空性不是不会痛 空性是超越痛 接受痛 我在这边要交代各位 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 没有接受逆境的能力 一给他逆境 他就骂 他就抱怨 谁谁念 这不适合 你要 不像菩萨 菩萨不能抱怨 再大的痛苦 别人给你痛苦 这是给你一个助言 让你消我止的 让你更能够学佛的大悲 承受众生苦 要这样 千万不要抱怨 早上我讲了 慈悲 就是要全然接受对方伤害你的语言 这些不能反抗 你不能去骂他 你不能耍脸色给他看 这才叫慈悲 因为我们修菩萨道是来忍受痛苦的 一直到成佛还在忍受痛苦 妈妈就算现在很健康 看到小孩在生病 妈妈痛比小孩还痛 做过父母的就知道 那个痛没办法形容 痛到心里 痛到心里面 佛陀就是永远 那如何超越这个痛 所以他安住空性 如来在定中 因为安住在这个绝对的法性 所以他把这个痛转为悲心 更呵护对方 所以痛跟不痛 你不能只接受 好人的痛我接受 坏人的痛 这爱死 现在有这种不好的思想 所以一个人十二不赦 人家要枪毙 我们都祈愿希望不要 因为活着就有机会 他的佛性永远在 给他机会 那那那那就算死了 那你更要超度他 因为他的佛性依然在 没有佛性怎么去极乐世界 所以到极乐世界是 小孩投到妈妈的怀抱 找到自己而已 找到自己安顿的家而已 原来慈悲是我家 无分别的慈悲才是永远的快乐 定自在 你去谈爱情永远痛苦 因为这个是烦恼 所以要了解佛陀的心态是什么 依依诸世间所有恶道苦 如来常处中 悉令闻正法 这个叫佛 所以我们从极乐世界再来 开始学佛 那时候还没成佛 但至少学了一个空性不退转 等无量节的时间 最后你才成为佛 那什么叫佛呢 什么叫净土呢 有人在你的心脏里面 画来画去 有人在你的眼睛里面 跑来跑去 这个叫净土 你要感受 你今天你的眼睛 有两个沙子 有一只虫 你绝对有感受 你才知道怎么帮助他 而不是说 我成为佛陀的净土以后 然后呢我就很轻松 没有 他是辨知一切 所有的感受都在他身上 他一定要知道你的问题 他才有办法教化你 断除你的执着 他还安排一切一切最好的方法 如何让你善巧方便的 因为每一个佛显现不一样 所以这一位刚往生净土 花开见佛了 要怎么去参访 阿弥陀佛都排得很仔细 不是每个人都是 123456 因为他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 这尊佛 有些人喜欢宝济佛 有些人喜欢南敦佛 有些人喜欢本色释迦摩的佛 他叫你一个一个来 但这个是有 就像各位你去医疗检查 他会有一个程序的 但每个人的程序不一样 这样去参访 第二 依于地狱住 不可思议结 聚受无量苦 终不离住佛 所以成佛以后 每一个地狱 每一个佛陀都会化陷在那边安住 而且不可思议结 让他们赶快离开 自己聚受无量苦 但却令这些地狱众生 终不离住佛 成佛以后是我们要下地狱 让地狱的去佛的净土 这样 你们不要离开佛 但是他却在地狱里面 这个叫 入法戒品 带众生苦的行持的方法 大家都去 我在这边 所以无量劫常在三恶道 欲令诸群生 掌养智慧故 成佛就是要让我们 在轮回里面 利益众生 在生死受苦里面 帮助众生 所以成佛以后 就无量劫 常在三恶道 常就是永恒了 常住了 南摩常住死方佛了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常在三恶道 想要让所有 各种各样的 众生有情 能够 信英国开智慧 断恶修缮 掌养智慧故 为他们说法 是从我们视线 我们无尽的期望 我们无尽的期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增牌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人的业障重 应该如何消除 我想这个是佛法的问题 要消业障 要具足四种力量 第一个 要有改正过失的力量 要有惭愧心 知道错吧 第二个 要依止的力量 就要依止三宝的力量 内心要依止你的菩提心 第三个 要有决定的力量 就是不要再犯 那些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吃肉啊 杀生啊 邪淫啊 你现在身体不好了 那你要决定不吃肉 不杀生 对治的力量 第四个 就是多点灯 多放生 做好事 诵经 那这样就可以消除业障 包括各位在念往生咒 念百字民咒 这些都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背下来 改过力 第二个 依止力 第三个 决定力 第四个 对治力 对治力 就是这样 去消除业障 不过 站在大乘佛教 业障的本体也是空性 如果多思维空性 然后 你就会很快地超越业障 还有大乘法 佛法跟主要 法菩提心 如大阳光一样 你的业障像雪山这么高 太阳光都会把雪给融化掉 所以 最快的方法 就是 蒸发菩提心 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叫消业障 所以 最好的方法 多做好事 你一直做好事 业障就在你后面 跟不上你 你一停下来 业障就跑到前面 所以我们叫 怨力跟业力很哪一个大 你怨力很大 然后业障就可以消除掉 不要 不要停下来 所以一停下来 我想要休息休息 我业障就来找你了 所以 大乘佛教讲的业障 不是你个人的 只要这些事干 有人在受口 那都是你的责任 那才叫业障 所以你要 要快速成佛 要发菩提心 要精进 那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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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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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